其实说到男女平等 对于女性来说真的是相对的弱势 但今年的巴黎奥运 史上第一次达到了良性选手 各占一半的历史记录 虽然看起来经济场上是性别公平的 但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说性别争议呢 染色体并不完全是一个完美的检验措施 因为呢XY不一定是男性 我们来看到呢 台湾运动的经验专家许美智提到说 如果女性拥有歪染色体 其中有基因或是蛋白的缺失 就没有办法发育为男性 所以呢不管是在外在或是表现上 的确会偏向男性一些 而事实上在南非的田径选手色梦雅 他是过去两届的奥运金牌 但是呢在检测的另外一个DSD 搞固红的浓度高 也被呢世界的田总认为说 他是生理的男性 要求呢DSD的选手需要服药 但不管如何他也认为说 不管是不是女性或者是有色人种 这都是一种歧视 而DSD呢这是性发育的差异 其实在这个生理上相对的罕见 但是没有男性的特征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制度 其实人选的组织一直在希望 可以有更完善的制度来检测 男女选手在运动场上的参赛资格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